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董家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 今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中的观众上下 美国的情报发现 中国大陆在西北 解放军的导弹的靶场 模拟建设了驻日美军 1比1的基地 包括军港还有驻国空军的基地 主要是展开解放军导弹攻击的 相应毁伤评估的演练 让美国的大卫生经 美国现在最新的情报说 分析了美国有可能 一旦发现危险的话 美军要撤退套所谓第二岛链 把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进出的第一岛链 交给日本来助手 解放军有了打第一岛链的完整的能力 到底怎么看呢 今天会分析 另外一个消息 美国的参议院最新正式的通过了 所谓国防授权法案 允许美台之间的所谓军舰的互访 台湾为了迎接美军的军舰 现在要大举的拓宽 台军的军港 另外要加建更多的军事电力的设施等等 而台湾真正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台湾的军舰到夏威夷到关岛到驻日美军基地 相应的地方进行演练 到底有什么内幕 今天会关心 还有一个消息 中俄的军演 本周进入到高潮第二阶段 中俄的军舰到达了日本海挺进 日本海跌进日本海周边演练 让美日大为震惊 而且这次中俄出动了军舰战机规模很大 而且展开了潜艇反潜的演练 援救潜艇的演练 都有针对性 美日紧盯政策 今天会关心 还有一个消息台湾刚刚公布说 两周之前发射了台湾的所谓最先进的 复卫5号的卫星的传回来的侦测图片 却是大失所望 大失预算 而且非常的不清晰 有光斑 台湾说的必须要寻求美国的军事技术的支持 另外也怀疑是大陆进行了对台湾卫星的干扰 今天有个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 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台湾最新戏的全球防卫展示大篇的情况 文章分析 美军透过侦察卫星的情况 很相信的中国大陆强化了一导弹的组合美军 介入台海东海南海相应的军事行动 美军说的发现解放军大约过千枚 各类型导弹主要中程导弹对美军的 驻日美军的亚太美军的形成新的威胁 特别叫解放军相当重视台海东海南海 甚至最新的朝鲜半岛相应的导弹的覆盖和打击的威慑 特别提到的美军侦察发现解放军 现在是以所谓的东风11东风15东风16东风21等 超过1200枚左右的中程导弹 给美军新的压力 特别是解放军新发展的陆基的巡航导弹 有精确打击力大约有300枚 也是瞄向周边的 而且这种相应的导弹 射击的范围超过了所谓1500公里精确的打击 而且美军的卫星侦测发现 中国大陆解放军在中国西北的戈壁的导弹的靶场 特别建设了怀疑模拟了美军 周日美军基地的相应1比1的设施 进行导弹攻击的直接攻击的测试 美军听过卫星的发现之后 发现的确实是非常的逼真 包括模拟了周日美军的军港还有空军基地 这些军港包括美军 周日美军包括佐世保的军港 包括横须赫的军港 周日美军的空军基地像是三则基地 横田指挥中心的横田基地 还有冲城的家手那基地 都可以在中国的西北的戈壁沙漠 找到的模拟的指挥所 军港的设施 战机停靠的跑道等等 而且美军透过卫星发现 解放军是以导弹 对这些模拟的设施进行精准的攻击 而美军透过弹痕的分析 包括毁霜效果的分析 分析出解放军 一系列各种导弹攻击的效果和打击的波子 美军说一旦 中美和中日之间在这个区域有爆发战斗 就会落在美军这些军港会的基地当中 第一波有可能解放军是以穿透弹来攻击机场跑道 包括没有起飞的战机 而第二波会以相应的各类型的导弹 包括子母弹的打击 战机的掩体 油库防空阵地 指挥所等等 甚至以陆基的巡航导弹来打击 相应的坚固的目标 像地下的掩体 地下的刀刁堡 还有就是指挥所等等 有多波次的不同演练 而且模仿美军的设施和美军的跑道和军港 非常的逼真 而且特别提到驻日美军有内部的评估说 现在发现了驻日美军的亚太 大约500个设施 是500个设施 被中国大陆的已经完整的定位 甚至是瞄准 而且说美军认为是有相当的危险 必须要不断的进行转换 而且美国内部说 一旦中国大陆是以过千煤或者1500煤导弹的攻击 美军这些设施500个设施的话 他们评估美军的战机 大约会有200下左右 会被击中 会被击毁伤 另外美军的军港包括固定的军港 还有相应的跑道设施 包括美国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军舰 可能会有200艘左右 也就大约8成左右的设施 相应也会被打中 所以美国说美军必须要有所准备 另外美国说它的导弹进行拦截的话 美国自己也承认 即使要拦截解放军导弹 拦截的概率只在30%到80% 这美军一个内部的评估 另外美军怎么办呢 美军说有一系列最新的 以相应调整对应的措施 包括美军要重新的加固 地下各类型的掩体 机场跑道掩体 分散美军在亚太部队的部署 研发新的武器 包括电磁干扰武器 还有激光武器 同时甚至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策略 干扰解放军的指挥系统 解放军的导弹发射系统干扰 甚至先发打击解放军的导弹阵地 让对方无法发射导弹 所以美军是有动作的 同时也通知日本也有动作 日本说必须要加长 未来日本在五个地方的 所谓萨德系统的部件 日本说在五个地方建设萨德 包括在东京 在冲绳 在九州 已经明确要建萨德 另外有两个地方是保持神秘的 有两个面向中国大陆的日本 西北部 西部的相应的神秘阵地 要部署新的萨德 包括部署最新所谓TYB2的 最新的预警雷达 同时日本也要研判 最新的更多的战事的演练 包括战机的紧急起飞 包括军舰的紧急撤离离港 以更多的紧急措施 来准确的快速的离开 以免被解放军打击的时候 一锅端 所以日本说 保持有反制的保存的实力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背包 据英国BBC报道 朝鲜再度射射中程导弹 半个月内 再度飞越日本北海岛 射程达到3700公里 超越了平壤的关岛 大约3400公里的距离 首次展示覆盖射击 火星12型的导弹射程 可以覆盖关岛 已经形成了作战能力 甚至随时进入实战部署 金正恩的导弹发射场 发表讲话的时候 说朝鲜要不断提升 军事攻击能力要具备 让美国无法承受的 核反击实力 同时朝鲜的核武器 和导弹开发项目 已经几乎到达了 终点即将胜利再往 而就在朝鲜再度试射导弹之后 特朗普向几百名美国空军的军人 发表讲话说 美国的选项不但战斗力十足 而且锐不可打 同时美国的联邦参议员 正在加紧审议 国防授权法的修正案中 由于针对朝鲜的核武器 在亚太地区 美军重新部署 可以在美军潜艇上发射的核导弹 据亚洲时报网站 已受美国专家的一文情报文章说 中国大陆正在打造四款 高科技太空战的武器系统 包括解放军的反卫型导弹 激光武器 GPS干扰机和杀手卫星 战时可以摧毁500枚的美军的卫星 美国的这份报告说 中国大陆警方军已经有能力 攻击摧毁和干扰1900公里 到3.5万公里的太空轨道上的 将近500枚的美国卫星 报告说 中国大陆军方已经在研究 一旦战时在外战宫引爆核武器 制造强电磁的脉冲 攻击载轨卫星等进化 借此打击一方的精确指导和通讯能力 美国的这份报告说 战时中国大陆军方可以攻击 美日的卫星和网络摧毁破坏 美军的指挥体系 同时促使美军进入太平安和印度洋 另外美军最新的情报消息说 目前中国大陆正在部署 两个陆基的系统 反卫星的导弹拦截系统 还想以4级的太空火箭 和东风41周期弹道导弹为基础 发展两款解放军 更大跟先进的反卫星的武器系统 目前中国大陆已经确认 有三颗天机的反卫星的拦截机 载轨运行 美国军方的最新情报评估说 下一波中国大陆军方 可能发展的双轨电子干扰器 太空捕索的小型卫星 激光武器和自杀式爆炸的攻击卫星 等反美军的卫星武器系统 据香港新的日报报道 最新一艘中国大陆海军 自行研制的815A型的电子侦测船 已经下水 进行下水是解放军 海军的第七艘的大型的电子侦测船 最新的情报分析说 未来中国海军会建造更多的电子侦测船 收集电子信号和破译敌方的加密信号 搜索敌方的通讯频率 同时研究针对性的干扰方法等军事的作用 最新的情报评估说 解放军最新的电子侦测船 对电子侦测船的信号周期 分析和处理能力极为强悍 万千分析解放军的815A型的 电子侦测船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显也发现近年 中国海军的电子侦测船活跃活动 美国的情报说 多次发现中国的电子侦测船 远洋侦测美国与日本联合的巨蟹演习 和美军的导弹试撤 而中国专家也曾经透露 815A型的中国解放军的电子侦测船 还可以具备卫星侦测船能力 另外解释防御周刊P9说 中国海军的一艘常规潜艇 在9月中曾经秘密地提告 访问了在马来西亚东部的 塞邦加湾的马来西亚海军的潜艇基地 报道引述情况说 访问马来西亚的这艘解放军的潜艇 很可能是解放军的 东南亚的战略 马六小安全形势的演变 以及中国海军 在南海印度亚海上力量的新布局 此举背后可以说 有多重的战略含义 军事们独卖新闻报道 日本前陆上随退幕僚长 在研讨会上披露说 美军正在研究 如果在南海和东海 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美军会暂时转移到关岛 而把第一岛链的防卫任务 交给日本韩国等同盟国 而香港知识报道指出 如果战场在东海和南海 周边美国的盟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 必然作为前沿主力 而第二第三岛链 是美军驻关岛 珍珠港 本土战略红甲机 核舰艇 远端武器的投送点 作为活力支援 日本这位路上最对的 前幕僚长 P0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导弹 目前的发展 是以中原程为主 迫使美军要继续往后撤 来躲开中国大陆解放军 所谓航母杀手的 东风21D型导弹 因为东风21D导弹 设程1400到1800公里 专门打美军大型的 海上移动目标的舰艇 包括航空母舰 因此美军必须后撤 而香港军事普通人指出 所谓的单脚导弹打航母 目前只是战术层面的资格 美军是趁机相继救济 把日本韩国的盟国推到 反华的第一线 美军就可以趁机逐步撤退 驻守在第一岛链以外的 精卫部队 美军的盘算 是先由日本与韩国 与中国大陆打消耗战 美军保存实力 巩固在第二岛链 好的 提到美军说 解放军现在常态的 可以穿越第一岛链 另外解放军导弹 完全可以覆盖到第一岛链 美军现在说 要挪移到第二岛链 第一岛链交给日本 来问一下马先生 以往美军相当看重 这个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围堵 现在为什么美军主动提出 要退到第二岛链 这种说法 只不过是日本军方 一个退役的将领 在一个研讨会上 并不是美军的一个政策 但是冷战结束了以后 美军从太平洋 渐渐的收缩 因为和中国开战的可能性 很小很小 这个是真的 比如说驻日的美军 很多都撤到关岛 驻韩的美军 也逐步淡化 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撤销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从具体的方面 像这个退役的日军将领所说的 如果在东海或者黄海发生 和中国有军事冲突的话 那么美国是退居二线 日本韩国 这些美国的盟国是第一线 这是必然的 因为发生战争的战区 是他们的领土 领海领空 和他们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 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当然如果是这种冲突的话 美国作为盟国 它是会给予这支持 最关键是政治上的支持 也就是核保护伞 因为中日之间 军事上最大的差距 就是中国有核 日本没有核 好马先生 你听到美日在第一岛链的策略 实际上美军在第一岛链当中 除了日本与韩国以外 更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台湾 最近情况说 美国的参议员通过了 美台所谓军舰互访 正式通过了这个决议 现在台湾要拓展军港的这种设施 迎接美国军舰 更多的是想台湾的军舰走出去 到美军的基地参与演习 看一个片子 据他们最新鲜的全球防卫杂志 评论说 美国的参议员军事委员会 六月底通过了年度防卫政策变动 希望尽快重新启动 美国海军的军舰 定期停靠台湾的高雄港 或者台湾其他适合的港口 同时允许美军 太平洋司令部 接受台湾军舰 停靠美国的基地 最新的希望 评论说 美国在参议员会 近期已经秘密地 就在台湾岛内提供 海上运输补给的 台湾公司的报价 希望2018年明年 可以正式提供 给美国的军舰在高雄 第二港口到 小琉球军舰的外海 做美军的运输补给作业 为美国海军的军舰 提供有关食物淡水 和生活用品 而最接近台湾的消息 是像军情观察室 南部披露所 现在美军群 就是台湾海上 补给作业服务的 可能是要为美军 包括300名官邸以上的 美军的伯克级 或者提供俄罗加级的 神圣舰做服务 还有台湾海军的 推向的披露所 现在美台 已经在秘密地规划 美国的军舰南下台湾的 秘密地路线 美国军舰未来 可能会走台湾海峡 澎湖以东的水道南下 也就是说 以往很少行驶的 台湾海峡的美军的神圣舰 会以无害同步的方式 未来 更多选择在高雄的外海 运输补给作为常态性 美军承认 美国的军舰要南下台湾 并且要停靠在台湾 高调的行动 希望未来可以反制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舰 还有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常态性地 绕行台湾岛的本岛 不过最新的军事情况指出 台湾的军舰存在着水深不足 电力不稳定的巨大的问题 如果要用美军大型的军舰 停靠台湾 需要台军扩建台湾的军舰 还要建设战备的电厂 保证电力稳定的工艺 同时 有进行美国的军方消息人士 像军舰南下南部承认所 美国政府内部 对于是否派美军的军舰 停靠台湾 现在看法是不一样的 认为美国的军舰 引用美军的军舰 进入台湾停泊 难度其实很大 因此台湾军方内部的重点 主要是放在争取 让台湾的军舰 可以食往美军的基地停靠 甚至参与演习 台湾军方内部的消息 最新披露说 台湾现在全力争取的 是推动美军的台湾斯底部 获得美国国会的授权 让台湾军舰 可以参与美军的海上演讯 台湾迫切的希望 是台湾军方的军舰 可以提出 在下位以后的关岛 提出进港的要求 停靠在美军的基地 打造台湾海军 具备远海机动作战能力的 海上交通线 台湾军方内部的情况 是短期内军能升取的 是台军的舰艇 到美军的基地 包括关岛 或者下位以 参与美军的演讯 甚至台湾的军舰 可以到诸日美军的基地 包括横须和冲绳 参与美日的军事演练 就对台湾海军的战斗力 提升是尤为重要的 好 非常提到最新的情报 美国的参议院 已经通过了 美台军舰互访的决定 就等特朗普正式的签署了 连线下台湾的军事官员 正基本上 基本已经掌握了情报 现在优先处理的 到底是台湾军舰 到美国基地演讯 还是美国军舰入台 联合军演 其实未来相当一段时间 可能这个场景不会存在 因为联合军演 设计的范畴 很多包括 这个武器的载台 甚至军事合作 达到一个比较高的 标准一个水平 这个是不符合 现阶段美国的利益 毕竟中美两大国 它牵扯的利益 很广 很深 那与台湾发展这样的关系 是有害美中两大国的关系 但不可否认的 未来美台 在全面的军事交流 特别是有关海军这个部分 我认为还是会逐步加深 但这些加深的合作 其实虽然有局限性 但它还是会逐步抬面下来进行 尤其我们都知道 每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台湾都有派海军一些军官 到美国进行观摩 我们认为类似的观摩操演 未来还是毕竟会持续恒定的进行 美国和台湾方面海军的联合作战 可能性非常之低 所以这个军事上面的意义不大 关键是政治上 是一种试探 踩了大陆的底线 那么大陆会不会动武 或者有强硬的反应 这个是所谓引美舰驻台的一个目的 好 两分线道 美军可能要派军舰到台湾 台湾也要派军舰到美国的基地 在我们屏幕上出现一个奥密码 大家可以扫一下 会获得更多的情报的资料 也可以发表你的意见 本周另外一个交点 中俄的军演第二阶段 进行到日本海 这次双方大规模的军舰 还注重了潜艇 进行反潜的攻击和反潜的救援 每日紧盯收集情报 看一个面段 据香港明报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的海上联合 2017的联合军事演习 第二阶段演习 本周将在俄罗斯的海深返启动 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的编队 上周末已经挺进日本海展开的训练 最新的情况譬如说 中国与俄罗斯海军的演习 在9月下旬 在日本海 并且首富厄货斯科海展开的演习 首次安排了多米勇联合的反潜眼泪 参与军机演习 包括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编队 参与军是中国演习的解放军的海军 净体面对包括了 导弹驱逐舰十架装舰 导弹汇舰大停舰 综合部阶的东平湖舰 还有潜艇救援船组成 并携带了舰载直升机 深潜救援舰艇 陆战队员等兵力参与 这次中国与俄罗斯的海上联系 包括以联合救援 包括海上交通舰作为科技 第二阶段海上联艳机舰 中国与俄罗斯将有11艘军舰 两艘潜艇两个深海潜舰机 四架反潜机 四架舰舰直升机参与 俄罗斯方面会派出大型的反潜舰 护卫舰携带深海潜舰的救援船 R11导弹艇在内的多凑了潜艇 还有两艘潜艇参与反潜的对抗 具体的信号没有对外公布 而中国与俄罗斯的舰艇 将混合编组实战研练 而去大陆军放了几方军方报道 上周六中国大陆 警方军海军的餐饮兵力 已经在日本海展开了 编队运动轻武器射击 联合反潜 海上战伤的救护等训练 不是 警方军的导弹 护卫舰大情节还特别举行的 挺进日本海连延创辉煌的 宣誓的仪式 而中俄两军的港岸阶段演习 9月18号918当天 在俄罗斯海上买进行 而这期中国大陆军方的消息 毕竟说 中俄海上演习 就让演习在日本海 和二货斯科海海域展开 包括了潜艇救援 编队防空 编队反潜 编队反潜 联合解救被解释传播 联合解救预险传播的歌舞 而这次中俄的演习 首次组织了 联合的源泉救生演练 包括首次组织了 多兵种 多几种 多舰种 联合反潜演练 还特别突出了 海区陌生客目复杂 挑战性强的对控客目 最新的希望披露 说这次中俄海区的 联合的演习当中 中国海区 首次派出了救援潜艇 专用的救生船 深浅的救生艇 雨格的四代潜艇 演练水下对接救援 这个科目 有利于解放军潜艇未来 远海行动自救能力 同时保障潜艇安全 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 这次中俄演习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反潜 这次演习当中 不但有水面潜艇 还触动了航空兵 展开航空兵的两个防潜 提高舰队编队 海上防御作战能力 而中国大陆 解放军的海军 副司令员 在演习前要求解放军 参演编队的权艇官兵 要充分展示 解放军海军部队 在复杂生疏的海域的 适应能力 反应能力和作战能力 事实上今年7月份 中国大陆海军 俄罗斯海军 已经在波罗的海 完成了海上联合 2017演习的第一阶段 当时也是解放军 第一次派军队到 波罗的海参与演习 而中国大陆自己的 军事观察还指出 过去几年 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 都是在纬度 比较低的地区演练 而今年第一阶段 就在波罗的海 第二阶段 在厄阔茨克海 都是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而且这个海区 接近南千岛军岛 可以对美日 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 构成威胁 而今年这个演习的区域 也是美日构建的 所谓第一岛链的东北端 也是中国与俄罗斯 海上力量未来 要重点突破的地方 中国与俄罗斯海军 以后可能要从这个通道 频繁地进出 而来自日本方向的情况 比如说日本的防卫省 高度的关注 中俄本州的 日本海周边的演习 日本的海空自卫队 侦察的舰艇 和侦察飞机 还有美军的侦察飞机 都会密切的 监视着这个区域 美军之前在区内游异的 美军的核舰艇 可能也会悄然逼近 中俄海军演习的 区域抽携情况 好 频道提到 正在进行的 中俄海军演习的第二阶段 这次立体盘浅 美国 日本的高度戒备和紧张 稍后来 我们听听美国和香港的分析 到底这次 中俄海军演习的突破点 关注点和实战点在哪里 另外呢 台湾最新发射的 所谓高性能的卫星呢 却发现大打折扣 怀疑受到大陆的攻击干扰 另外 美国要出手帮助台湾 稍后来分析 回到星期观 是本周关注焦点了 就在本周呢 中俄海军演习第二阶段 而且大规模的演习 出动大批的军舰战机特战部队 今天请到美国的援州街 香港马里生分析 先问马前长 这次中国的军舰呢 挺进日本海 为什么美日大为紧张 因为这是第一次 这个中国的舰船编队 到了远海 而且是高纬度的 接冰的 俄沃斯克海 这个不得了 因为接冰的 还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都知道 苏俄当年 它的这个核潜艇 是发射弹道导弹的 核潜艇 藏在北冰洋的浮兵下面 基本上是完全侦察不到的 那么中国可能也就是走这条路子 再有一个就是 俄沃斯克海呢 就已经是能够突破了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这个在战略上面呢 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我们看看这图啊 这个俄沃斯克海 很大 138万平方公里 如果中国的舰队到了这里 它通破了这个中国海峡 就已经到了太平洋了 已经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都突破了 而且俄沃斯克海的北部呢 这一年有五个月的接冰期 那么中国的核潜艇 如果在这里 向美国发射弹道核导弹的话 那是近很多 而且是无法防御 再有一个当年 这个日本去轰炸珍珠港 也是通过北太平洋 这样进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俄沃斯克海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这一次参加演习的这个舰 虽然不是很大 而且也没有说核潜艇 但是这是一种这个试探 是战略的前哨战 好 问一下美国的原则舰 已经在美国掌握情报 美国为什么对这一次 中俄的军演这么大为紧张 有什么借配 像这一次中俄的这个军事演习呢 俄罗斯是出飞机 出潜艇 中国出一艘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还有那个返潜的资源舰 很明显 它虽然演习了很多不同的科目 但是具体到潜艇救援这个科目来说呢 它更多的展示中俄双方的这个海上的信任度 因为呢一般潜艇出事上呢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接触他人之手的 那么进行这种潜艇的救援科目演练 就表明了就是中国俄罗斯的这个紧密合作 但整个这个具体的科目的演练呢 更着重于的是应该是中俄用潜艇去突破 可能面对的这个返潜网的这个收补 这个是更贴近实战 因为目前无论是中国和俄罗斯 都还不具备在远洋深海地方 单独进行这种返潜的这个作战的能力 这次中国演习除了演习的地点敏感以外 为什么触动这么多的潜艇 立体反省和救援潜艇 中国在这个海军方面呢 潜艇应该算是一个强项 不管是常规潜艇 不管是这个不用空气的发动机的潜艇 还是核潜艇 它都需要有一个实战经验的来检验 因为它这个新的武器装备呢 必须在贴近实战的演习 特别是这个中外联合演习 当中去实行 那么俄罗斯明显在几十年的冷战当中呢 潜艇特别是核潜艇和美国和北约 各国的反潜力量 在这个追逐在反制方面 有着很深刻的经验和很沉痛的教训 也有过这个见死人亡 甚至是这个核潜艇失事了以后 被美国捞起这种经验教训 所以向俄罗斯学习很有必要 再一个就是向日本和美国方面的学习 因为日本是潜艇大国 美国也是潜艇和反潜大国 他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几十年 这个近百年的这个潜艇战和反潜战当中呢 积聚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那么在这一次这个中俄联合演习当中呢 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和日本等等这些这个假想敌国家呢 也会严密的监测 甚至进行电子干扰 那么这是一场这个没有战火硝烟的战争 好谢谢两位分析到本周的焦点啊 中俄在日本海展开了周边的相应的海军的演习 这话题先放一遍呢 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呢 台湾最新公布了台湾所谓号称 最先级卫星拍摄的图像和画面 但是呢大打折扣背后有什么玄机进入军情互动 首先一个呢就是要加强防卫了啊 说这个大陆方面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了 再一方面呢就是要美国进行技术支援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服务五号呢已经是第五号了 在此前呢台湾方面在这个卫星侦察方面呢 已经是有了一个基础的 那么这一次呢如果说是受到了干扰 这应该也是个别的事件 美国方面呢会不会给他加强技术呢 会不会因此害怕这个大陆方面 由台湾这个渠道窃取了美国方面的卫星技术呢 整个来说就是一个多边的一个角株 本周国今天另外一个重要焦点呢 是有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展开的西部2017高调的大规模演习 据说呢出动了几百辆的张甲战车 还有几百架的战机啊大规模演习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临到演习现场视察 白俄罗斯方向呢也派出了重兵啊 同时呢北约高度戒备 而且北约说要防范俄罗斯白俄罗斯的挑衅 普京说这是正常的战备训练 节目最后看看俄罗斯白俄罗斯演习 下周三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